嗨各位车友们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评论 说千万不要买B型房车 里边的保温太差了 都冷下热 但是呢也有很多车友喜欢B型房车 原厂车身安全性更高 通过性呢也会更好更加低调 那B型房车的保温真的像 网上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咱们本期视频呢就来探讨一下 保温背后的秘密 那在车间里找到了一台 刚坐完保温的房车 整车是基于福特全顺T8底盘打造 2.3T的排量 8AT的财富柴油自动挡的变速箱 整车的动力呢十分充足 而且原厂的车身密封性呢也会更好 并且采用的是后驱后双胎的设计 在行驶的过程中抓地力更强 在行驶过程中更加稳定 风阻呢也会更小 所以说B型房车也受各位车友们的喜欢 那我们话不多说走进去看一看 进入车内我们可以看到 内部的空间非常的开阔 这也正是因为它的尺寸 在同级别的B型房车里面可以做到最大 B型车和T型车由于箱体材质的不同 如果采用均安止发泡的话 发泡后的密度肯定达不到 保温的效果呢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另外万一后期车辆发生一点小碰撞 导致车体发生变形需要板筋的时候呢 只有将内部的发泡铲除之后才可以进行保温 整体的过程呢非常非常的复杂 维修的成本呢也更高 那在飞翔的B型房车车内呢 都是用的这种的保温棉 是一张无毒无害无污染的新型保温材料 表面是具有高反射率的铝箔 可以辐射屏障 帮助车内进行散热 中间呢是B孔发泡材料 具有良好的隔热性以及保温性 并且这种材料呢还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 防止车身会发生腐蚀生锈的问题 它本身所具备的阻燃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说在日常的使用生活当中呢 更加的安全和放心 那整车的保温呢都是通过铺设保温隔音棉的形式完成的 大到车身 两侧的空间 小到下方的边边角角 以及前方额头处的位置 全都紫紫细细的铺设到位 那除了将它进行粘贴之外呢 在上方还利用锚钉进行固定 锚钉和车身连接在一起 这样更加结实耐用 也不用担心因为热胀冷缩的问题 导致保温棉的脱落 发生车内保温性不强等问题的出现 包括在车顶的位置呢也铺满了保温隔音棉 不仅可以有效的阻断雨滴的声音 还能有效的隔绝夏天阳光的暴晒 在冬天的时候也能相应的降低车里热量散发的速度 达到更好的保温效果 在保温的工序完成之后呢 后续会进行水箱的铺设以及家居的上装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